请 何大人打扰了 被指有及时禀报 何事啊 南城一带突发疾病 是红斑狼毒疮有蔓延的趋势 请何大人奏请万岁 立即隔离这些病人 赶快救治啊 有这么严重吗 很严重啊 此事有无奏章啊 在此 你辛苦了 我明天会处理的 不过在万岁爷下旨之前 此事不可在朝野声张 免得扰乱民心 否则我就拿你问罪 折 去吧 折 季大人 哥哥 你来了 您找我什么事啊 南城的疫情你可知晓啊 什么疫情啊 红斑狼毒疮盛行已经死了不少人了 啊 怎么没见朝廷救治啊 哎呀 和珅独揽超纲隐瞒了疫情 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新帝继位 他在制造混乱 给新帝难堪呢 他胆子也太大了 难道他就不怕太上皇百年之后 哎呀 他就是为了太上皇百年之后做准备 一方面他独揽朝纲控制军机 另一方面他讨好太上皇给新皇上施压 让新皇上觉得就离不开他 那您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弹河合身 与他当朝对抗 不能让他再这样胡作非为了 纪大人 这样做太危险了 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今天找你来 就是要告诉你疫情 你速去找金不患 与他合作 研究出八宝五胆红篮 听说这种药末可以治病了 好 我去想办法 好 我们分头行动 那 我先走了 多谢格格 格格呢 回金爷 格格好几天没来了 他没来 是啊 只是让人捎话来 就说要出门好几天 让小的们自个儿 照料一下铺子的生意 知道他去哪了吗 这个没说 行 你忙着 今天走好 刘望 去看那边出什么事了 这边是城南一带吧 回格格 正是 这儿叫菜虎营 住的大部分都是菜农 格格 格格 不好了 这儿死了好多人啊 他们说这种病无药可治 只要得了这种病必死无疑啊 看来真得抓紧把八宝五弹红研制出来了 是啊 走 他说在城里待着闷得慌 让刘望带着几个家奴 跟着他一块进山狩猎去了 进山了 可不是吗 带着弓箭猎刀 还说给我抓头野猪回来 让我尝尝馅呢 糟了 一定是捕蛇去了 捕蛇 捕什么蛇 五不蛇 五不蛇 那不是毒蛇吗 在下研制八宝五胆红 书上记载配料里需要五不蛇的胆汁 那天格格一听啊 就说要去抓 被我给拦住了 没成想你看 还是去了 没事的 你是不知道啊 我那丫头啊 打小就跟男孩子似的 抓蛇捕鹰对她来说 那是家常便饭 没事的 你放心吧 最好是这样 那爷 真的是你 你不是去了欧罗巴了吗 我回来了 到广州以后 心里总觉得 把什么东西给丢了 我就回来了 你把你最宝贵的东西给丢了 你知道吗 你就应该回来 子言他 你走了之后 子言都快急死了 他会为我出走着急 他不为你着急 他为谁着急啊 你们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成绩吗 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 我跟子言就是个朋友 你知道吗 这样吧 咱们找个地方 喝口酒 好好说道说道 行吗 走 太上皇 太上皇 我去死 不如也 你 你 干嘛 那 你 你 ν 采取措施 怎么现在才 皇上知道吗 这种事情 怎么能掉以轻心呢 请太上皇放心 奴才以命禁卫军 包围了蔡虎营 全面戒严 任何人不得出入 这样倒可以防止 病毒的蔓延 不过 那一代的百姓 岂不都要染上了吗 蔡虎营一代 该有几千人吧 有三四千人 可太上皇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如果再不控制的话 整个京城都得传染此病啊 那倒也是 当年太后曾染此病 多亏了一方药末 八宝五胆红 这样才面出了太后的痛苦 所以后来 朕才命禁开文 研制八宝五胆红 倘若此时 她的八宝五胆红 能研制出来 那京城的百姓 就可以得救了 太上皇 此病是无药可救啊 奴才以为 那些蔡虎营的百姓 只能做出牺牲了 何神 马上摆驾 朕要去一居视察 不能不能 太上皇使不得 太上皇龙蹄尚未康复 万一染上此病 那可怎么得了啊 不要紧 朕知道此病 不经过皮肤 是不会被染的 你不跟患者接触 是没事的 快去摆驾吧 那爷 我跟紫妍格格 来往密切不假 欣欣相应不假 但是我得说 从我认识她到现在 我们一直保持着 真正的友情 这也不假 看来是我心胸太狭小 误会了紫妍 其实我能看得出来 你非常的爱格格 我可以答应你 从今以后 不跟她来往了 行吗 那倒也不必 只要你们 没有男女私情 何必不来往呢 有道是人言可畏啊 我不想再给格格的名声 造成这种不好的影响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期期 外面的议论 不必理会他们就是了 不理会不行啊 譬如说那爷 不就是听信了那些 闲言碎语 愤然离家了吗 不说这个 不说这个 其实 靳妍啊 说句不好听的话 我今天回来以后 一直在王府门前徘徊 不敢进去 就怕紫燕 有什么可怕的 你只要向紫燕 承认你错怪她了 请求她原谅 她一定不会把你拒之门外的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她不止一次 向我表示过这个意思 太好了 金爷 要不这样吧 待会儿你陪我一块去 去见紫燕 当然可以 但是恐怕一会儿 你见不到她 为什么 我听慎郡王爷说她出门了 出门了 去哪儿了 带着几个家奴上山了 上山 这 上山干吗呀 捕蛇 上山捕蛇去了 这八宝五胆红礼 可能需要五捕蛇的胆汁 所以她就带几个家奴 上山捕蛇去了 这 这么危险的事情 她怎么自己去呢 太上皇 这家 这家又死人了 朕总在想 是不是朕做错了什么 上苍降罪 来惩罚朕的子民 贺臣 臣在 明天 朕要去天坛墓斋 为这里的百姓祈福 太上皇真是仁慈无比 爱民如子啊 这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啊 太上皇去 不愿意 你 aquatic的女人 上面 是躁 partis衣扶持之川工 这稿 是买松刑 请奏 谢皇上 臣要弹劾一个人 弹劾谁啊 河申 河中堂 所为何事 皇上 京城最近出现了传染病 红斑狼毒疮您可知晓 病无耳闻 疫情早在一个多月前 就已经爆发了 地方当即向何大人做了禀报 然而何大人并未向圣上奏鸣 也未采取措施 致使疫情严峻 已经蔓延至整个南城 臣以为何大人 有欺君毒职之罪 何大人 奴才在 纪大人所言可是实情 奴才冤枉 城南疫情一事 是骤然爆发 绝非蔓延一月之久 此事奴才已向太上皇禀报 并随太上皇巡视南城 立即封锁城门 发放药品 措施不可谓不得力 请万岁爷明察 何大人 皇上已经登基了 为何只向太上皇禀报 而不向皇上禀报呢 季大人 顺天府正在调查疫情的详情 病员 染病人数也在调查之中 调查完毕后 即会向万岁爷禀报 皇上 何身办事 一心求证求识 绝无半点马虎敷衍之意 至于 季大人对我无端指责 令奴才心寒不已 望万岁爷明见 皇上 何大人一片忠心 朕 一直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疫情一事 理应调查清楚在奏 何大人 无可指责 皇上 季小兰 臣在 朕驳回你的弹劾 何大人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对某些指责 不必放在心上 朕还指着你做大事呢 谢万岁爷明见 伪万岁爷办事 奴才是不遗余力 哪怕是千夫指责 奴才也愿赴汤蹈火 何大人 奴才在 你速去处置疫情 将疫情的详情 尽快呈上 奴才遵旨 那爷 末房里还有许多事情 说在下不奉陪了 好好好 就此留步 好 告辞 告辞 带走 干什么呀你们 你们凭什么抓人 有人告他 我们是奉命抓人 谁告 是不是无知鹏告 去了 你就知道了 叫你的人都给我闪开 姐 我奉命抓的可是太子稀网 如果我抓错了 您跟我们家老爷解释一下 就明白了 好 我跟你去 金也 没事 带走 金也 你别着急 我去找子嫣格格 你会没事的啊 官爷是要住店吗 当然住店了 不住店来你这干什么 你给我听好了啊 今天晚上王爷家的格格 要住在这里 所以贤大人等一律不得接待 你这店店我们今天晚上包下来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嗯 嗯 王爷 您猜谁回来啦 谁啊 是儿妇 哦 荣儿回来啦 是啊 回来啦 快让他进来 把门打开 不行 我真的不能进啊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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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王 出去看看 外面是何人生话 开门 开门 走吧走吧 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 房间是有 空着的还不少呢 可是今天让一位大人物给包下了 谁都不能在这住 走吧走吧 什么大人物 你别看人下菜叠啊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算了 既然不让咱们住 咱们走就是了 走吧 爹 可这附近并无其他客栈 我们总不能露宿荒野吧 我看前面有个村子 实在不行 咱们到村子里 跟农家借宿一宿 不行 我今天到时候要看看 里面住的什么大人物 房间宁可空着都不让我们住 农儿 我让 农儿 想住店 房间是空着 但就不让你们住 因为今天我们包下来了 你们讲不讲理啊 今天我们非住不可 哼 想得倒霉 把这两个刁民给我拿下 这儿吧 这个 这儿吧 你 这不是安徽巡抚包大人吗 原来是格格 在下不知格格在此失礼了 格格 在下给格格请安了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不知格格在此失礼了 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了 是啊 包大人 里面请 好 阿满 你回来了 你走了以后 我可没少让人去找你啊 一直找你到广州 可是连个人影都没找到啊 我只当这辈子再见不到你了 没想到 你又突然回来了 真是做梦一般啊 阿满 容儿不孝 离家出走 让您老费心了 给阿满赔罪了 哪儿的话呀 你回来比什么都强 赔什么罪呀 走 咱们去喝两重 不了阿满 我有急事 想马上见到紫燕妹妹 她还没回来吗 没有啊 刚才刘望派人回来送信说 今天晚上住在什么京郊客栈 不回来了 说明儿个还要进山去抓蛇呢 有什么急事吗 是这样的 玉光老的金二爷被官府抓走了 又被抓了 这回为什么呀 不清楚 谁抓的 明儿到递都被抓了 这是事实的 就是行政官阳 你强了 就这样 好 要来 好 要来 导致疫情蔓延 分明是要朕好看 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朕现在亲政不久 千头万须 如万里行舟 刚刚起锚还未走稳 如今他抛出疫情失控一事 显露朕不能应对突发事故 这使他独揽朝纲 有了借口 因此 疫情之事变成了设计大事 皇上要小民做些什么 听说八宝五胆红 可以治红斑狼独疮 对 你能治出此磨吗 十几年来 小民一直在潜心研治 最近刚刚有了眉目 好 朕命你火速治出此磨 为避免河身破坏 你要秘密进行 是 还有 太上皇近日病情加重 也许他老人家十日不多了 拿着这个 拿着这个 朕现在是困在池塘里的潜水龙 四处隔绝 你现在是朕在宫外的一只眼 一只耳 要多留心 有什么异常 你可以拿着金牌令箭 直接从南门找管事的公公 立即向我禀报 大权交替总会伴随着血雨腥风 皇上要早做安排 朕心里有数 小民一定会竭尽全力研制八宝五胆红 拯救黎民 恢复圣上圣威 与此同时 小民会联络一批可靠的清流 好 你尽可去办 有些事 你可以用朕的名义去办 万不得已 可动用一切手段 如遇阻碍 杀无赦 不瞒哥哥 我愿想到通州去办点事 然后从运河走水路 返回安徽老家 没成想啊 我们从京城出来晚了 再降着车伏又不认的路 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就绕到这儿来了 你说这不是缘分吗 我们是有缘分 不过包大人 我听说 您已经调任金官 怎么又放外任了 礼部是想把我调回京城 本想任命我为刑部尚书的 可不料 势图难测呀 这朝廷突然就变卦了 任我为三部侍郎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你就是做到六部侍郎 也是个空架子 还不知道地方做个巡抚 何大人现在正在各府更换 财彻官员 全部换上他自己的亲信了 行了行了 此事就不要再提了 这件事我也略有耳闻 我爹与何大人一向不合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所以我们这一次 明着是回乡省亲 祭奠祖坟 可实际上我们这次回去 就没打算再回来了 再也不想回来了 是啊 到时候我给朝廷上到车子 称并辞官 一切俸禄待遇我都不要了 回家种地图个清静呗 您这是告老还乡啊 对 正是 包大人 恕我直言 我认为您不该不顾朝廷 明者保身 洁身自好 隐退山林 试图无望 不退又能如何呀 开门哪 开门 怎么回事 刘望 迪老板 有何恢复 这么深惊半夜的 怎么还有人敲门啊 出去看看 怎么回事 小子出去看看 开门 快开门 谁啊 别敲了 我来找慎君王府的子燕哥哥 找哥哥你谁啊 你去告诉哥哥 就说我是他的儿父 开门 儿父 你等会儿啊 他说他是儿父 儿父 儿父 肯定是个疯子 我去赶走他 不 把他带进来 你们几个 把人带进来 是 您请 哥哥 人带来了 纳兰哥 真的是你吗 是我 子言妹妹 我没去欧罗巴 我回来了 我还以为 你再也不回来了 离开嫁以后 我才意识到 我不能没有你 我如果把你丢了 我这一辈子 片刻都不会得到安宁 好 纳兰哥 朕没想到 你会找到这儿来 要不是有急事啊 我还真找不到这儿来 什么急事啊 金爷 被官府抓走了 怎么回事 不知道 我们赶紧回去吧 好吧 金爷你怎么 闻亮了 你没事吧 没事 里面坐 哥哥 蛇毒采集得怎么样 蛇毒固然难找 但我要你帮忙 八宝五胆红叶 只有你能治啊 我刚去了南城 疫情比咱们想象的严重 咱们得联起手来一块做 那时间这么紧 来得及吗 必须尽快赶制出来 否则会有大麻烦 对了 我接到包大人了 他来干什么 他原本进京 就任刑部尚书 现在和申 让他做三部侍郎 他准备告老还乡 这个时候他可不能走啊 是啊 我也劝了他半天呢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老爷 老爷 不好了 老爷 老爷 什么不好了 老爷 您不是让我 去城南菜园上看少奶奶吗 然后给他收点东西过去 是啊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蔡惠儿一代发生了疫情 已经让官兵都给封锁了 那是三不已敢五不一哨 谁也去不去呀 封锁了 那 那梅子 包大人 什么事 今夜给您送来一封信 下去吧 是 爹 今夜说什么呀 他让我务必去三部复任 他让我务必去三部复任 还说代表的是 代表谁啊 代表皇上 老爷 如何呀 那包大人去了三部任职 金布焕和紫燕格格他们 正在加班加点地赶制八宝五胆红呢 嗯 还有 还有什么 包大人 以三部侍郎的名义 巡视南城 不知救世 但是何大人阻拦 这下 他们双方就顶上牛了 这何大人是要置南城于死地呀 是啊 不出十 难成必死无疑 我就不信金布焕能制出八宝五胆红来 可是 万一他们要是制出八宝五胆红来 那怎么办呀 我可听那刘昂说 他们已经研制得差不多了 他要真制出来了 我就给他捣乱 让他空欢喜场 哎 那徐福最近干什么呢 嘿嘿 老爷 您不是把那个乌鲁阁都交给徐福了吗 他每天都在乌鲁阁吃喝玩乐呢 这个败家的东西啊 你去把他给我叫来 哎哎哎 靳爷 我有两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你可以先说一个好的 再说一个坏 最后再说一个好的 你倒均于算计 好了 我先跟你说第一个好消息吧 我已经给到了五不舌一共五条 足够你制八宝五胆红的了 好 太好了 那爷 咱们今天晚上就把铺盖卷搬到墨房去 尽快把八宝五胆红制出来 是啊 信也 倘若你能够尽快地制出八宝五胆红 遏制住红斑狼独疮的蔓延 龙岩必会大悦 如果十日之内 你制不出八宝五胆红 不能用药末治好承南百姓的疾病 是啊 如果这样的话 那八宝五胆红一定能够成功地制出来 这一点谁都不用怀疑 好了 我还是先说好消息吧 坏消息留在最后 免得影响情绪 那你说吧 另一桩好消息是什么 让包公子讲吧 家父在刑部 居然找到了靖开文一案的卷宗 有只查到西安的官商杜达官人 杜达官人说 当年他只把媚娘的信交给了吴之鹏 却把另外两个证据忘记给他了 一是万老先生写的证词 二是靖开文的那半封没有烧毁的家书 万万没有想到 那两样证据居然到现在都保存完好 如今 杜达官人已经将它交给了包大人 你说这是不是好消息 这当然是好消息 有了这两样证据 再加上王干作证 案子一定能翻过来 靖开文的案子能够昭雪 你不高兴吗 公道在人心 恩怨自会平 能不能够昭雪 真的已经不是最要紧的事了 好了 好消息已经说完了 现在该说坏消息了 什么坏消息 刘望已经从赵横那打听到了媚娘的消息 这是好消息 你怎么说是坏消息呢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呢 媚娘被那个老乌贼 关在了菜湖营贫民区的一所民宅里 那里正是疫情最厉害的地方 冠冰已经封锁 没人能出得来 那他岂不是就在里头等死吗 是啊 本来我们想让媚娘为你上堂作证 还想让他回梅龙镇 把王干接来当证人 这下可好 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 不行 咱们一定得想个办法 把媚娘救出来 是啊 好 这好不容易 逃了点小米回来 你从哪儿逃过来的小米啊 咱们附近那家人不是都死光了吗 家里没人 我就进去翻腾了一阵子 只找到了这么一点小米 少奶奶 三天那利米没沾牙了 六嫂 我们俩的家都在这附近 我们不能在这儿伺候少奶奶了 我们也得回家看看 我们走吧 我们走了 少奶奶 情景不好 我们被困在这儿出不去了 咱怎么办呢 少奶奶 咱不能在这儿等死啊 那两个老婆子已经走了 咱们得想办法逃出去 盯紧点啊 走 看住了 快 走 快快快 快 站住 哪儿去啊 是彪哥啊 你谁啊 我看你怎么这么眼熟啊 慎郡王府的流望啊 彪哥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你看我这记性啊 这不流望兄弟吗 我差点没认出来你 彪哥 怎么干着这等苦差似的 唉 别提了 这军令如山倒 咱兄弟也是吃着铁杆装家的 实在是没法子 朝廷让我杀人 我就去杀人 让我埋人 我就得埋人 这不 天天守在这儿 不是整天埋死人 就是整天看着那些快死的人 这什么跟假 我丧气透了我 唉 那是啊 再把这病染上 这辈子就倒霉透了 谁说不是呢 唉 唉 这小兄弟是谁啊 哦 在下姓罗 是流望的朋友 哦 对对对 唉 这是我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 她有一表姐啊 就知道这片 还不知死活呢 想进去看一眼 唉 彪哥你给通融通融 唉 这可不行啊 一旦让我们头知道了 非把我这饭碗砸了不可啊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唉 彪哥彪哥彪哥 哎 哎呀 彪哥在这也不好使啊 唉 这儿你说了算 是吧 我们偷偷进去 偷偷出来 不就半个时辰的功夫吗 唉 不行不行 我跟你说啊 绝对不行 彪哥 放心 这半个时辰 绝不给你惹麻烦 就是彪哥 给个面子嘛 啊 啊 彪哥 最近那花满楼 可来了个花魁 那叫一个漂亮 简直就是国色天香啊 怎么着啊 啊 今儿个当晚吹 我请你去喝花酒 让他好好地陪你一晚上 肯定把你伺候得跟神仙一样 啊 真的啊 刘嫂 我是紫嫣哪 嗯 哥哥 快带我去见你家少奶奶 嗯 少奶奶 你快出来 看看谁来了 是金爷叫我来的 你还好吗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每天晚上此时 会从这里出去一辆 孕死尸的车 到时候你假装成死人 让刘嫂帮你躺在上面 我和金二爷 就在胡同等着你 接你一起走 记住 记住是紫时 金爷 我已经跟梅娘约好了 今天晚上此时 让她假扮成死人 混到装尸体的车子上 我们在胡同口那边等她 太好了 哥哥 谢谢你 怎么突然客气起来了 快去准备一辆车 晚上好去接梅娘 走吧 这儿没个 抬上 好 上看看 快 车来了 快点 我可怜的孩子啊 苦命的孩子 你怎么就先走了呢 轻点啊 断爷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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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什么时辰 请问现在什么时辰啊 现在是害时 怎么还不到紫时啊 紫时还早着呢 完了完了完了 今儿马车怎么来得这么早啊 小奶奶 这可怎么办啊 现在什么时辰了 好像已经过了紫时了 紫时已经过了 奇怪啊 平时这会儿运尸车肯定出来了 今天怎么还没见啊 看一下 快去 опять 走 你只有一个人 买了 王還要 Driver 人家 可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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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還有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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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点火 没有了 没了没了 点火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路 回去吧 你们拉得失手的 烧了 烧了 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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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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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爷 您这不是让小的去送死吗 您想啊 既不患那些人对小的早就恨之入骨了 小的现在要是回去 他们肯定得杀了小的呀 杀了小的倒是小事 那以后谁来给您办事啊 怕他们杀了你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吗 哎呦 虎爷 您饶了小的吧 饶了小的吧 您就饶了小的这个来年不多的老头子吧 你放心 他们不敢杀你 顶多就是把你扭送到官府 到时候我会保你出来 可是 小的亲手杀了小的侄儿媳妇儿落霞呀 亲不管他们也许都知道了 小的这都回去 那不是自投罗网吧 你不会不让他们知道吗 你 什么意思 你对于光楼的情况非常熟悉 我必须是阿英 哎呦 有切都过来 你已经不肯定了 你是不是 你能anci世的 我只是为你 你很难过 这是上好的欢游 专门治疗烧伤的 抹伤就好 你是怕我看见你脸上的伤 害怕吗 也罢 那就医你 这药你自己上 好吗 你问我是谁 我是金不患呢 你想看看我的真面目 现在还不行 不过我答应你 很快 很快我就能让你看到我的真面目 好吗 对了 还有一件事 等你伤好一点了 你就回趟梅龙镇 去把那个王干接过来 现在进家的旧案 很快就要重审了 王干可是个关键的证人 你现在就要去 可是你的伤害 这不行了 好吧 那王干看来只有你能请他动 这样 我让他们现在就准备车马 多带几个伙计 把药什么的都带上 如果你路上不耽搁的话 估计还能赶得上 行步重审静开文雅的日子 未经许还能赶得上 未经许还能赶得上 我